你见过这么厉害的僵尸吗? 只需要投掷一个岩浆筒,就可烧掉一行植物。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他的故事。 小时候的岩浆投石车狠菜,甚至打不过最弱的卷心菜喷咕。 崩溃了,我真的崩溃了! 不过他有一个好朋友史蒂夫射手,每次投石车遇到危险,他都会挺身而出。 太好了,幸亏有史蒂夫在。 一天,他俩在草地上玩耍时,投石车问道。 史蒂夫,为啥你能一下打掉一个植物,而我却不能。 傻小子,我是吃了两颗下界之心,才变得这么强的。 你要是也想吃下界之心,可以去极业之地寻找黑姆师傅,通过他的考验后,就能获得下界之心了。 画面一转,投石车历经千辛万苦,终于见到了黑姆师傅。 黑姆师傅,我要怎样才能获得下界之心? 要想获得我的下界之心,必须通过我的两关考验。 第一关考验,我的金像一魁被鸡枪将王偷走了,帮我打败他,找回金像一魁即可通过考验。 小伙伴们,感觉投石车能打败鸡枪将王的扣111。 战斗开始,鸡枪将王抢先一步发动了偷袭,但是不要怕,因为黑姆师傅和小伙伴们的支持,沿江桶的伤害直接翻倍。 投石车上来就拿下了鸡枪将王,投石车成功拿到黄金像日魁,完成了第一个考验。 干得漂亮,接下来是第二关考验,最近有一伙偷书贼跑到我的院子里偷我的树,这关需要你打败这群偷书贼就好了。 小伙伴们,感觉投石车能打败偷书贼的扣222。 战斗开始,投石车僵尸勇敢地向着偷书贼冲了过去,大家感觉他能成功打败一群偷书贼吗? 投石车成功打败了偷书贼,通过了第二关考验。 年轻人,恭喜你,通过了两关考验,这是两颗下界之星,我送给你了。 我的天呀,我居然变得这么大了呀。 哈哈,这是你应该得到的。 话说我这儿还有一个考验,只要你完成了那个考验,就可以再得到一颗下界之星了。 岩浆投石车,你愿意接受吗? 我愿意。 投石车,你看到前面的那个怪物了吗? 让我看看。 好家伙,那个怪物看起来好大呀。 那个怪物就是将王博士制造出来毁灭我们极业之地的东西。 只要你打败了那个怪物,我就给你吃一颗下界之星进阶到最强阶段。 就趁现在,准备战斗吧。 感觉岩浆投石车能赢的扣333,感觉金矿僵尸能赢的扣444。 战斗开始,只见极业之地上有两个大块头对峙,大家感觉谁能赢呢? 岩浆投石车觉醒了全瓶火焰技能,成功烧掉了金矿僵尸。 从此之后,草地上出现了一个超级僵尸,每当他遇到植物抢劫他时,他都会投出一个有三桶烧掉这群植物。